大家好,我是小月妈妈 下雨菜池里的泥土就会冲出来一部分 每次下过雨之后阳台都要清理一遍 我经常也会趁着下雨的时候打扫阳台 这样也可以节约用水 丢不下用自来水冲了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要种些什么菜才好 这里还有一些生菜苗 再种一点这个生菜 这几天都是晕天 特别适合移栽菜 这个盆底是我前两天移栽的生菜 两三天这个苗就缓过来了 这一排种的是豆角 边上还有一些空的地方 目前也没想好种什么 现在这里种一点生菜吧 移栽这种小菜苗 最好是移栽前浇水 这个苗太小了 种下去再浇水的话 这个苗容易冲在泥土里 这样子是不容易成活 我这里这几天都有雨 种下去也不需要给它浇水 现在我特别喜欢种菜 看到有空的地方 总想着种点什么菜上去 也特别喜欢买菜种子 好多菜种子买回来 一次都没种过 有没有同样这种情况的 这个菜苗是不是特别小 现在没太阳 种下去活过来不成问题 这里还有个空的盆子 我又想着种点什么东西上去 去年的白萝卜种子还有一些 用白萝卜种子种一些萝卜苗菜来吃 这个时候青菜比较少 可以种一些来吃 一般种下去10天左右就可以采摘 虫子还来不及 活活它 我就把它再来吃了 下过椅之后 这个土比较实 盖头都不怎么方便 种下去后就等着吃萝卜苗菜 你们猜一下虫子先吃上菜 还是我先吃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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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